书于田是一首女子赞美心爱的猎人小伙的情歌 在文学上她使用了极其精彩的反称的手法 用以表达诗人对爱人炙热的爱慕之情 书就指诗人所爱慕的这位青年 他在家中是排行老三 于田就指去郊外的田野打猎 诗歌首句就点出了这位青年男子的身份 他是一位猎户 诗歌三章的后一句也写得非常有意思 诗人就描写了他所爱慕的青年猎人 在外出打猎之后 街头巷尾空空如也 喝酒坐乐的人也消失了 驾驭马车的人也不见了踪影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何巷中会突然如此冷清呢 这与这位男子外出打猎有何关系呢 这是一笔文学上极其精彩的悬疑 也令诗歌显得更加的引人入胜 其实诗人也知道我们读者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所以他在后门就道出了答案 不如书也 男子外出之后 巷子里当然是有剩下的人 只是他们都不如这位男子 在诗人眼中 就算再熙熙攘攘的街道 没有了心爱的男子 也就变得空荡而冷清 毫无生气 这位男子究竟有什么好呢 寻美且人 寻就是确实的意思 人就指温柔宽厚的意思 这位男子又英俊美丽又温柔宽厚 怎能叫人不爱呢 诗人爱他已经到了如此疯狂的程度 就是他的眼里只有对方 以至于其他的人就如空气一样视而不见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男子的离开 令诗人的内心无比的空虚 而这一份空虚和荒芜 也只有爱人才能够来填满 诗歌下两章的后一半也是相同的意涵 第二章就讲到 岂无饮酒不如疏也寻美且好 就讲男子走后并非是相中无人饮酒 只是他们都不如男子那般俊美优秀 古人非常重视饮酒 因为喝酒有时候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真实的状态 真正的君子无论在什么状态下 都能够保持理智不失态 所以诗人在此很有可能就是在赞扬自己的爱人 喝酒有度始终温柔敦厚风度翩翩 那诗歌的莫章后继就讲到 岂无辅马不如疏也寻美且无 就讲诗人眼中的爱人驾驭马车的时候 他的潇洒鹦鹉令人爱慕不已 是他人所不能及的 所以他外出打猎之后 街巷中就好像没有人会驾驶马车了一样 那我们细细品味书于田这首诗歌 就会发现这首诗歌在文学上是非常特别的 诗人其实运用了一种反衬的文学笔法 并非是完全只写自己所爱慕的这位青年有多优秀 而是通过反衬写出没有这位男子的时候 诗人所看到的世界居然是如此荒芜 诗人的内心是如此的空洞 他的眼中只有这位男子而别无他人 这种文学笔法是以虚写实 通过反衬对比将诗人内心的爱意 表达得更为深刻 愈加的绵长 双击点赞关注听灵七 你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